我们就先从我觉得一个重磅的爆料开始谈起 当然我知道小新今天呢 他已经对于原本这一位他想要告的图书馆的 在图书馆使用的留言的这个网友 他说他想一想觉得不要告好了 不告了不要再追究了 这就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 他也不想要像苗波亚这样子 让公务员出来念的自己曾经发表过的文章 用公开霸凌收入的方式面对不支持自己的人 又或者像赖品鱼那样 让警方上去搜查别人的电脑 因为他不想成为自己所讨厌的人 所以他最终决定不会提告 可是今天资深媒体人爆料说绿媒呢 其实他们最近啊某绿媒有找 有找哦马文君跟徐巧新 这一些战斗兰的人去吃个饭 那我很讶异哦 我相信连马文君都很讶异吧 去年打我打成这样子 现在要跟我吃什么饭呢 难道现在是要收手了吗 而基本上我们看到整体的案子 现在越演越烈 就是说很多小事都可以被成为这个政论节目 一个小时的谈话内容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那我猜想因为当时候徐巧新 为什么要告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就一个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常常来洗版我们或是说常常来留言的 如果他是一个一般的自然人或市民的评价 我们当然可受公平 无论你是讲的再怎么难听 我们针对个别人的发言都给予基本的尊重 可是重点来了 常常会有集团性的来留言 常常会有来洗版 那后面其实有时候会指向同一两个来源 那这就要抓出来啊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们来留言 然后每次来都假装反转 我原本很支持你 可是现在看到什么了 我改变了我的投票意向 假的啊 就是假的 他就是意图要晃动你的心理数值跟心理状态 可是偏偏我们没差嘛 就是我们心理数值很稳健嘛 对的事情一定是往前做 完完全全不会害怕任何的人来攻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巧新去找出这个人 只是当时候他怀疑 后面是不是又有一些集团 在那边操作网络的带风向 可是后来我们查到这个IP是在彰化的一个图书馆 他看起来是自然人的借阅的人 去用的这个IP网址去发这个文 那巧新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就说 那我们尊重我们可受公平 所以我觉得巧新他的逻辑是非常一致非常清楚的 如果是有集团性的可能性 他一定告到底把他抓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提告他调出那个IP人发文的那一个人 到警局说明 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搞不好掉来是某谁谁谁谁 那就精彩了 可是这个案子看起来他是个自然人 所以巧新就说那我不告 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这个脉络 我是赞同巧新的看法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在讲到这个林渝伦的太太 他打进这个政论节目讲 现在变成沦为各说各话的内容 那我说真的 讲难听一点 这个英党根本就不是关键啊 这个英党的内容 不管剪不剪辑不管是什么样都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有一些人会讲说当然是关键为什么 因为你剪辑之后把刘相杰塑造一个受害者 所以刘相杰去参与这些诈骗内容跟洗钱 仪式洗钱的内容通通都是被迫的 所以他就脱罪了 你觉得司法检掉这么笨吗 随便带风向 司法检掉就会被带风向吗 不会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直在吵说 林渝伦的太太出来讲说 这内容被编造 然后背景有一只猫的声音 然后这个LINE的背景 是我跟我先生的LINE的背景 根本就是 整个过程就是跟整个的案件无相关 就是在冲这个收视率而已 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小新今天的回应就非常稳健 他确实讲出来他的资料 阴档来源是刘相杰的友人 所以我觉得这就讲完了 为什么 因为你愿意讲出你的来源 而且他也会把来源 在司法调查过程解释清楚 那就好了啊 就好了啊 人家刘相杰的友人 愿意提供阴档 也愿意负担这个法律的责任 也愿意让他曝光 那你们在讲什么 你们在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小新 从最刚开始的他大姑 不是他喔 他大姑的案 讲到他的早餐店 讲到他居住的空间 然后现在讲到一个网友的部分 基本上这些事情是无限发散 无限发散只有一个 就是民进场在做一个人设的毁灭战 就说真的啦 明天如果再出现什么 我不要狭猜 但明天如果再出现一些什么旁资 我也不会意外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要把你毁灭嘛 徐晓星就是 你观看今天徐晓星 又去大战吴钊燮 把吴钊燮 而且这么口才便急的人 然后问的说 没有 你去那个啊 你去告我秒释罪啊 没有人要告你秒释罪 人家是叫你讲出 你讲的口中的地方 你是谁而已 所以你看 如果密欢回到一个检验民进场的本质 那就是一个完完全全 这个正常发挥的密欢 所以我也会一直想要提醒 就是说很多的细节不需要再跟着起舞了 因为检方检调就调查 就给检方检查调查 然后你也说了嘛 大姑的家庭跟你无关 每一个人成年人要干嘛 说真的然后讲说 他大姑有什么 外面有什么怎样怎样 那是人家成年人的事情 那跟巧心有关吗 毫无相关嘛 你就是要把很多的标签贴在巧心身上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们为什么要讲说NCCNCC NCC在哪里啊 没看到啦 现在的节目在讨论到巧心的细节 已经很over很夸张了 有没有人出来管一下 没有人管耶 然后怎么办 大家上那个节目收视率飙高 就照样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 希望接下来520新格起来 真的 那个蔡英文如果你要硬推什么NCCNCC 我觉得如果像过去那样就不要推了 你就等赖清德推一个 我觉得朝野可以接受的NCC委员 来看整个台湾的媒体环境 否则如果像这样子在做人格毁灭战 那细节完全脱离案件本身的内容 我觉得每一个在台湾的人 只要跟所有的绿营的来做对立的人都要小心 但当然有效啦 因为绿媒现在强力播送之下 他们把林云伦的老婆的说辞 好像当宝 这样的行径很熟悉啊 因为拿林云伦攻打许巧心 就跟去年拿郭喜这一些未经查证 有失片面的这些词呢 拿来打马文君是一样的概念嘛 所以呢很多人就在讲静静的看一看 笑一笑就好 可是呢 苗博雅公许巧心这个开头呢 我们要请问起胜哥了 其实我们从这Quickseek里面的舆情分析资料库 你会发现到差很大 因为呢这起名牌之乱的讨论 后来完全变成负声量了 整个话题的网路负声量高达2.5万 跟正声量的4808比起来5倍多 也因此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到 黄姐下车了 苗博雅下车了 不过现在是不是连绿媒都要下车 拉回来讲为什么呢 正媒圈会传出这样的风声 说绿媒积极的在经营国民党的关系 是要修复吗 还是要拉拢呢 还是怕后面有更多料呢 还是要帮忙打这某特定的其他的有限电视呢 很多绿媒都在请国民党委员吃饭 尤其像是许晓鑫才刚跟三立大亨吃过饭 还宴请了一票的战斗篮委员 为什么呢 那个苗博雅 那个打许晓鑫超过两个礼拜 所以我还记得就在两个礼拜的 这个我们的节目里头 对 我们站在一个疼惜 一个年轻的民意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头 希望苗博雅作为一个台大法律系毕业的这个学生 真的是不要有台北市政府啊 有太多值得关心的市政的议题了 但是呢那苗博雅呢去关注了许晓鑫的服装 名牌服装 后来呢发现这名牌服装呢是余美人送的以后呢 他也不道歉 那就牵扯出来呢最后呢反噬到了赖清德的劳力士手表 变成赖清德讲不清楚 而且还打脸了吴针 我就觉得说这一连串的这些荒谬巨额 而且让我们作为民众的人啊看了这个摇头三叹啊 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选出的民意代表 应该要去关心市政的更大的这些议题 哪里是什么谁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啊 这样的这个问题呢 而吴钊燮这个六年任期断交八国的一个外交部长 现在升任国安会秘书长 我真是觉得赖清德真是拿全国人民在开玩笑啊 我觉得第一个是吴钊燮的这个人士 第二个是顾立雄的这个人士 顾立雄那因为那个那个洪仲丘案 然后呢成为了这个代理诉讼人啊 就告了国防部现在成为国防部的部长 你不觉得自我们今天中华民国的这些军人 这个情何以堪啊 所以我都觉得说这种种的这些人士 然后呢吴钊燮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汉庭议员还说耍流氓 根本是小痞子 人家说你今天有国安无法啊 你连一个基本国民的素养都没有 你知道人家叛国 你知道人家帮了所谓的中国大陆 什么踹了台湾的一脚 你就要去告发啊 根据国安无法啊 如果有判有刑责的话 就去告发啊 明明知道有人 你嘴巴说了有人 问你是谁 也不告发 那我觉得那你不是赌职吗 你的这种法律的素养 或者你应尽的责任 连一个基本国民你都做不到 我还去做一个国安会的秘书长 我真的是也觉得 接下来520要上任的新政府啊 恐怕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应该是相当薄弱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你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啊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时期的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